7月9号 成联会发布了2018年6月份国内汽车销量数据 从体来看 不容乐观 2018年6月份 国内侠义乘用车零售量达到了168.7万 同比跌3.1% 环比跌6.4% 2018年1到6月份 累计销量1097.4万辆 同比增长4% 厂商排名6月份上汽大众 以绝对优势多的销量冠军 吉利汽车超越上汽通用 进去前三甲 长城汽车跌出前十 被上汽乘用车首次超越前十种 德系两席 日系三席 美系一席 自主四席 吉利汽车 上汽乘用车 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轿车销量排行轩逸 利亚新一夺冠前十种 自主紧占一席 德系五席 日系三席 美系一席 英朗继续暴跌 SUV销量排行榜 哈佛H6继续排名榜首 尽管跌幅明显 传奇GS4销量暴跌 改款成效仍未显现 MPV销量排行榜 MPV市场仍不断萎缩 榜单中产品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 传奇GM8销量升至4000台 新能源销量排行榜 榜威一带五多广 北汽EC系列消失 北汽新能源销量大跌 榜威 比亚级强势